從第一秒鐘就已經把你徹底給融化了 是一部非常賞心悅目的電影 很繽紛華麗的感覺 超我想像的一個好看的電影 呈現出戲劇人生以及對於夢想追求的狂熱 可能我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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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枚夢想 這就是夢想 它是混亂 它是混亂 它是非常興奮 快點 這部片可以提醒你就是 永遠要對生活有熱情 然後不要忘記初衷 帶來很多的勵志的能量 裡面的掙扎 就是我們也都非常能夠感同身受 對於追求夢想 還有對自己生活的方向的人 對於這個作品會有非常大的感動 很揪心 它是一個非常動人的愛情電影 令人心醉又心碎的浪漫愛情故事 有蠻多地方都感動得 差點流出淚來 令人忍不住山南淚下 很賺人熱淚很感人 那到最後 所有人都哭了 我非常的感動 我非常的興奮 我看完之後是想鼓掌 因為哪有這麼好看的愛情電影 他是一個對於傳統好萊塢的愛情電影跟音樂電影的致敬 是一種很特別的一種味道 你喜歡旺花錫醇 喜歡熱情如火 我覺得你一定也會喜歡這部電影 不管在歌舞的場景上面或者音樂的場景上面 都是一次非常非常難以忘懷的經驗 原來經典是可以復刻 原來經典甚至是可以超越的 這樣的明星魅力 這樣的成熟的製作技術以及導演的功力 推薦大家 艾瑪士東真的演得非常貼近人心 男主角萊恩格斯林跟艾瑪士東 真的火花完美默契十足 絕對不能錯過這一次的《愈來愈愛你》 非常好看 非常希望大家可以來看《愈來愈愛你》 這部電影《La La Land》是我個人看過 2016年最精采的一部電影 別等了 就趕快跟你想要告白的對象去看 這是一部非常棒的電影 一定要12月9號來看《愈來愈愛你》 一部電影的唱片 是會 happen每次嗎 我 printer stark 就是這個遊戲 一個故事 wid antib球